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先看感应篇第16段 我们段落了完全依照汇编所分的 这一段有两句话 不履邪尽 不期难时 前面说过这一段是讲佛报 在全文是第三段 是道则进 非道则退 这两句是总纲 不履邪尽 不期暗时 这以下是讲修集 我们佛家讲的修行 修行最重要的 是心地真诚 这两句就是教我们的 诚意 正是从根本修起 履是说身之所动 念头之起 是心地真诚 其心动念 身体动作 邪尽 邪尽 邪是对于正说的 换一句话说 邪知邪尽 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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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邪 số 邪 amo 夜 这叫邪 欺骗自己 欺骗别人 暗时是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也是善我出分之计 断我修善要在这个地方用够 那是真正的修行 这两句话 就是真诚的恶实 真诚的样子 我们自己反省减点 自己有没有做到真诚 用这八个字就能够检查出来 我们到底是不是真诚 所以这两句话八个字 说得非常的精微 精细 过滤邪心 也就是 这是佛在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端心 端意 端身 端阵之意 世间人 所谓是 堂堂正正 中国古人 对读书人的期许 光明正大 堂堂堂坦君子 那么由此可耻 是儒家讲的君子的标准 这两句要做到 儒家教学 在成级上也是三个等级 君子 贤人 圣人 这是教学的目标 所以说 读书志在圣贤 做圣 做贤 君子 是圣贤的基础 要想做圣贤人 这八个字要做到 佛法讲得更清楚 佛法教学成就 也分三等 阿罗汉 菩萨 佛 阿罗汉 就跟儒家讲的君子一样 菩萨是贤人 佛是圣人 虽然 这个成级 三个阶段 相似 而实际上 高下差别很大 儒家教学 是夜市的教育 诗从太教 宗之老死 圣宗归远 可是佛法的教学呢 这是三世 有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是 在空间上来讲呢 静虚空变法界 那么这是 在儒家教学内容 之所不及 所以佛法教学 说得非常地详细 非常地周到 明白之后 就想到 做个好人 做个善人 是我们应当的 不应当做不善之人 善于人 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 我们需求 这一家山 一家山 一国山 这一个世界都山 你有这个行音 有这种行持 与佛道就相应 当然 此地讲的 邪经 暗示 你确确实实 都能够做到 不屡 不弃 世间人 在过去 都知道 为子孙求福 现在人少了 现在人 实在讲 都顾自己 能够顾到一家 顾到妻子儿女 就算是不错 可是做儿女的 能够顾到父母的 少了 实在讲 是不多见 这真是儒家所说的 家不成家 过不成国 家是过之根本 是恩义的 救 彼此关怀 彼此照顾 彼此谢祝 这才有恩 才有义 如果 只顾自己 自私自利 恩义就没有了 恩义 固然是天性 也得要后天的灾谱 如果后天环境不利 恩义就被 利于 蒙蔽 于是人 直至到 真名 得利 所作所为 忘恩 负义 那么他 起心动力 一切造主 就是此地讲的 这点 捋习近 弃 暗时 他不是不捋 不是不弃 所以 教育 就比什么 都重要 唯有教育 才能够弥补 先天之不足 才能够完成 续根的广大 因此 释出世间的 大圣大行 没有一个 不是全心全力 从事于 教育工作 尤其 折衷 家庭教育 与社会教育 只要把这两桩事情 做好了 社会 自然安定 世界 一定 和平 要怎样做好呢 这两句话重要 这两句话是深教 是义教 是义教 佛家里面讲的三轮说法 三轮是讲 身口义 身要做一个好榜样 要做模范 给你家人看 特别是给你的儿女 做父母 要给儿女做好榜样 他从小 一天到晚 看在心目之中 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要想 叫子女做好人 父母就得做个好样子 这个小孩 将来长大 自然贤惠 同样的一个道理 学校老师 要向自己的学生 将来有成就 对社会 对众生 有贡献 老师要跟学生 做个好榜样 学年的这个阶段 模仿的能力特别强 在学校跟老师学 在家里面跟父母学 如果父母不能做个好样子 老师不能做个好样子 要想底下一代 有成就 那就难了 那么今天大家的观念 有一个错误的 错觉 以为 你有技术 你有科学常识 有能力 有能力 能够赚钱 这个就是 好的儿女 好的学生 这个观念错了 今天世界 先进的国家 确实有不少 有能力 有技术 有科学常识的 科学家 他们每天 在发明 在制造 制造什么 尖端武器 不是一般人 能搞得出来的 制造这些东西 做什么 杀人 毁灭世界 这个父母 有这样的儿女 老师有这样的学生 你能感觉到荣耀吗 这是一个 很大错误的观念 如其养个儿子 叫一个学生 将来他制造 这个高科技的武器 来毁灭世界 自然不如养个好孩子 叫一个好学生 能够造福社会 造福人群 这两样 要做一个比较 我们如何选择 这是智慧 这是福德了 如果诸位 要真正参透 这个道理 凡是 对众生 对社会 有负面影响的 都是邪尽的 佛家的戒律里面 就严格禁止 不得制造 杀身的工具 在古时候 你打造的 抢刀 制造工具 这个都是杀身的 佛家 在佛家戒律里面 禁止 不但不能够制造 你贩卖 都犯戒 都破戒 古时候 这些兵器 杀身的工具 实在讲 对众生的伤害 幅度很小 杀一个 小畜生 还要费不少力气 现在一按钮 一颗原子弹爆发 几百万人上身 这是荣耀吗 如果说荣耀 那是 魔王的荣耀 鬼怪的荣耀 不是人的荣耀 人的悲哀 天人悲哀 邪魔感觉的荣耀 今天 邪尽这两个字 意思 比古时候 大得太多太多 按时 这个意思 也很深 人见不到 你独居一世 这是文字表面的意思 他的深意 他的精意 藏在你内心里面的念头 光天化日之下 跟别人面对念 人家也不知道 你藏的是什么心 你动的是什么念头 这也叫按时 可见得按时的意思 也很深 也很广 真正做到 一切处 一切实 不自欺 不欺人 沉浸功夫 映光大师教过吗 纯尘 尽分 我们存心 这八个字是存心 尽分 分是本分 尽我们本分 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 决定不要为自己 为自己决定有过失 你要问为什么 为自己是米 为众生是质 为众生 自己也是众生之一 大公无私 由此可知 为众生是为大我 是为真我 为自己是为小我 是为假我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事实真相 一定要清楚 要明白 然后你才 明白这两句话的意思 你才知道 这两句话应该怎样去做 而且是非作不可 这两句话 是菩提心里面的身心 身心 好善好得 真正的好要 没有加四号 勉强在里面 造福 吉功 累得 都从这个基础上 光大 所以 不是这样的存心 不要说修道 你难啊 你在这个世间 想求 去吉 弊凶 小哉 灭难 都办不到 佛家 无论哪一个宗派 修行 都讲求 从根本修 这两句是大根大的 一丝无尽的声光 希望我们同学 要留意 要认真地学习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也许 致认真地的声光 我们也认真地的声光